大家好,我是環境法學協會理事長,也是張玉瑩律師 那今天為什麼會來到這一點呢? 第一點就是這個活動是我們協會在COL,所以我律學要來 那第二點是今天的主教者,蔡這輛律師 他在大學的時候是一班同學,有這層關係所以就來了 那在學校的時候還不是說頂熟 但是出了社會以後,因為工作上面的關係接觸越來越頻繁 那他在營建法的領域,其實算是國內的第一把教育的律師 然後營建法專攻,那也認識很多的建築師,然後或者是武門技師 那這一陣子,因為台南正在的關係 他也上提了各大媒體的節目一直不斷地在推廣 這方面的法管制的這個問題,或者是有所缺失 那剛才有一位朋友是立法院的工作者 不好意思 那我想或許我們會後可以再聊聊看,有關於這個制度面的方面 怎麼樣跟我們來鼓勵 那剛剛還有聽到有一位朋友,他是久而一的所在的 請問是國師的家嗎? 不是 我是在彰化裡面念書的時候 在彰化裡面念書 因為他是,他發生的原因是因為他是蓋鑽這個人 也是在向油大廠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的房子是四個 他其實是個包容大廠 然後他是直接往下線,往下線七個人而成 總共22個人而成 往下線七個人而成 那因為我是住十二 但是我一下線七個人而成 然後直接往旁邊倒 所以 印象深刻 所以簡單說,命是 撿回來的 所以說土壤異化這些東西 其實我很有感 因為我是在現場 親身經歷過那個流沙的那個過程 所以蠻驚恐的 因為我都讀福大 在921發生的時候 我還在學校 就聽到說 博士的家道,博士家就在福大附近 博士的家道 那個時候,因為這真的很恐怖 然後聽到博士的家道 就趕快過去看 整個就是藍腰的折斷 不知道是在哪一層的折斷 那如果我印象沒有錯的話 博士家好像是那個鋼筋綁炸 會綁炸在同一個平面 好像是這樣 不知道我有沒有記錯 等一下智陽可能也會提到 那在座還有兩位建築師 還有一位營造廠 就是今天來的聽眾 智陽我想都很硬 我想我們時間 就多給智陽一些 歡迎今天主獎 今天真的是蠻特別的 我們一開始也是想說 會請 這麼聲音的題目 大概誰會想來聽呢 所以我今天 剛剛還好 我們整個都會請各位自我介紹 大概調解各位的動機 其實說實在 在台南維冠大陸島之後 大概有演講了三個場次 有兩場是對 一個是 一個是 一個是台大陸的 一個是台大陸的洗身 那還有一場是在台南的法律服務基金會 那對象是律師 還有維冠大陸的這些受災戶 那還有其他的一些 就是台南地震的受災戶 那今天這一場真的我想是 非常特別真的是最多元的一場 所以我真的也很希望說 等一下你們趕快 講完留些時間 我們大家能夠互相的討論 那看能不能激發一些 一些很有意義的一些想像 那今天我演講的這個內容 大概主要是 從我在2007年 這個寫過一本書叫 《建築結構安全與國家款之一》 的一些內容的這些很精簡的一些整理 那這一本書 從2007年出版到現在 大概快十年 第一刷一千本都還沒賣 真的是 跟我另外一本書 《都市貝金》的書 出版不到一個月 就已經要刷第二刷了 現在也不知道好幾刷 真的是差別很大 那也拜這次為冠正在之次 所以台南正在之次 可能又賣了好幾個 那不過令人欣慰的是說 就是因為這次南大樓的倒塌 那真的是 林安的人數很多 那這本書的一些構想 那其實 《立正物語建署》 在第一時間也提出了一些 這裡面實現這些構想的一些修正草案的法案 那送到行政院 行政院通過了 其實已經提出到立法院 但只是說到今天 這個法案畢竟都還沒有通過 而且這個法案可能還有相關的一些配套 需要去建立 所以可以說我們未來還是非常關注 真的這個國家對於我們建築的這個外面 是不是 這裡面的深度的這些理想 是不是真的能夠實現 其實還以得而知啊 那所以 很小時間的關係 我就很快的 跟各位介紹 分享一下這些研究的心得 那也希望今天這個內容 可以讓我們能夠 對大家都有一些幫助 好 我們大家先開個頭 這個是 特別是 這是特別是 工業大樓 在921地震倒塌 那後面這個數字 是民國72年 就是民國72年 蓋 這個完成使用指 72年應該是拿到使用指照 拿到使用指照 的年份 然後造成87個人 當時是單一建物 在地震倒塌 是最嚴重 是他最慘重 那現在當然被 有關大樓給整個人突破 整個人突破 來自公主 應該會讓人很高 也好 他媽媽 也好 也是 先坐好 先坐好 這是東京大陸導達的畫面 下一頁 下一頁 這是台中縣大理市的金巴黎大陸 81年蓋的 當時導達造成80個人死亡 然後台中縣大理市的奇蹟大樓 83年蓋的 造成21個人死亡 下一頁 然後這是豐年寺的夏天文照大樓 83年蓋的 42個人死亡 下一頁 可以看到這些畫面其實都滿群人驚心的 那台中縣的德昌西世界大樓 80年蓋的 4個人死亡 然後龍邦復貝民大樓 82年蓋的 23人死亡 大概都是80幾年蓋的這些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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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 史上路非常重 然後比較多 下一頁 然後 這是雲林的漢金中山國寶大樓 83人蓋的 17個人死亡 下一頁 然後 同樣是抖流官邸大樓 同樣是漢金建設蓋 17個人死亡 84年蓋 然後 東四的 東四王朝大樓 28個人死亡 84年蓋 下一頁 然後 新莊剛剛講到 博士的家大 就是 這到底是 這個 不知道是第幾個 這樣燃腰折斷 83年蓋 43個人死 下一頁 這是這一次的這個 維冠大樓 81年蓋 81年的這個建造 1115人死 好 下一頁 那我大概 先說明一下 我們建築法裡面規定 這個政府該怎樣去 去管理這個 這個建築物的 這個新建 那就結構審查 建築的結構審查 那首先是第一個就是這個 建築法第34條 民國規定 你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嚴格 民國60年的時候 是建管機關要審查 工程圖樣 計算書 說明書 然後 那審查的人員要具有建築師或 工業其實就是計時的這樣一個資格 過去的名字叫工業計時 那必要時 可以委託上五開 這些有具有建築師或計時資格的人員 所以來審查建築並負其責任 其實規範的是很清楚明確的 那65年的時候 這個建築法稍微有修法 因為這個 在當初在建築機關 行政機關裡面 要找到這些建築師 即是一個資格的人 其實真的是不太容易 那有這些資格的人 當然都是出去自己開業了 到人間來服務 所以當時修法就是放官了 放官為說有關科系 只要大 這個裡面的這些工業 具有有關科系大專畢業 具有五年以上的工程經驗 就可以來做審查這個功能圖樣 社會圖樣 計算書做明書 那當然如果人力不夠的話 必要時可以委託去上開人員 執機關 代為辦 這邊跟60年的有點不一樣 60年是人員 65年改成機關 這裡沒有看到 當時的立法理由是說 因為當時 在最早把這些審查交給 當時的建築師工會 來做審查 協助審查 來審查 結果發現 因為這個建築師工會 會偏袒建築師的這種情況 為了避免這樣的流避 所以又改回來 只能委託機關 機關來辦理 不能委託這個人員 等於是不能委外 又會變成不能委外 當然這樣對建範人力來講 又是一大討厭 等於是不能委外 不過特別有規定一個 就是因為有特殊結構 或設備的建築物 可以委託具有 相關學識經驗的專家 代表審查或鑑定 這個是特殊結構外省 目前我們俗稱 特殊結構外省 一個最開始的規定 也就是這一次大家 在新聞上可能會看到說 尾關大樓在 它的 剛好它是因為沒有超過50公尺 所以不需要這個結構外省 那這個就是結構外省規定 一般來講說是 如果有結構外省的話 其實發生問題的機會 會比得比 不過當然這個合一住宅還是出了問題 這是什麼叫合一住宅 它是有經過結構外省的 那在73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有一個非常重大的改變 這個或許會說 我們看到 什麼倒塌大樓 都是這個80年左右的建築物 或許是有這個原因存在 那你們看到73年是什麼改變呢 73年兩邊是建築機關審查 這個建築工程無樣說明書 你們可以看到 計算書沒了 然後應就規定項目為之 吉利項目就由建築師 或者是建築師案的祭司案 來簽證負責 這個叫做 這個在我們建範機關 叫做行政技術分離的制度 就是我們機關執審查 行政機關執審查規定項目執審查 行政的部分 其餘項目比較技術的部分 這個交給專業的建築師 和技師案簽證負責 那特殊結構的外省規定 大概是差不多 差別是在於說 原本特殊結構外省規定很明確是 代為審查 代為審查 就是代機關為審查 那這邊審查 唯一支 唯一支 有這些專家或 集團團體唯一支 就沒有代表 好像 還不知道到底 他們是基於什麼的 來做審查 這就很 比較模糊了 那再來就是這個資格也放官 所以長年資格 本來是5年 大概 後來 那年還是覺得太嚴格 放官成3年 我想最重要的改變 還是這個 行政與技術分離的這個概念 等於是 建管的情況是省行政 技術的部分 交給這個 專業技術或建築師來 建政負責 下面 那另外還有呢 除了這個 我們一開始要蓋房子的時候 設計的這個審查以外 結構設計的審查 當然在施工的時候 是我們要建築結構的施工 那有一個法治叫做政府的一個 政府的怎麼樣去來做一個介入 建築的這個規定 就是勘驗 勘驗的制度 勘驗制度在建築法56條 原本60年的規定叫做 等於是當建築物施工到必須勘驗的部分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由陳照仁按事申報 然後建築機關 勘驗合格後 方格繼續施工 就是建築機關來看 看完了以後才能進去施工 那73年同樣也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陳照仁慧童監照仁按事申報後 就可以進去施工 也不用被建築機關來看 所以建築機關得隨時勘驗 但是還是當然放心啊 所以還是有得得隨時勘驗 但是問題是 什麼叫得隨時勘驗 不去勘驗 有沒有違法不去勘驗 都不去勘驗 似乎也沒有違法 得隨時勘 我也可以不去勘驗 似乎是這樣的 而且說實在 你申報之後 以後就繼續施工 那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行政技術分離的這個概念 下一題 那為什麼 我們看到73年 有這麼大的一個修正 其實 當然這個提案 這個73年的這個提案 其實在72年已經有預料 已經有預料了 那可以再去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當時 歷過71年 國家平常法治行 然後72年 豐原高中大禮堂倒塌 那個時候造成的學子 27年多 年紀比較大一點的人 或許都還有印象 27人死亡 92年以上 那時候剛好那個 外面高中的那個學生 那這大禮堂 這個當時 然後在聽訓 結果一倒化 整個學生中間不幾樣 死傷了 國家因此賠償了3049萬 這在當時是一個天獎 是一個天獎 所以我們看到 馬上 這個 當這個事件發生以後 馬上 馬上行政院就提 這個立法院這個修正案 然後火樹頭 或這個建築 下一位 那其實在立法的時候 當時修法的時候 其實立法委員也是有質疑 就剛才那個修正的規定 那質疑說 為什麼主管機關 建管機關呢 怎麼可以不負責任 那建築法的主要的目的 不是在讓主管機關 要負起保障國民安全的責任嗎 那這樣的一個修正案 有違安全項目 應該有政府負責的立法議職 那有委員強調說審查 怎麼能夠不審查結構 難道民間的這個建築師啊 可以負起全部的責任嗎 所以有委員解釋說 所謂的規定項目 當然是指重要的部分 其餘的項目是不重要的部分 才可以由建築師簽證 最重要的部分 當然建管機關還是要來審查 這是當時的一些修法者 的過程討論 再按一下 那怎麼解決這些爭議呢 那時候 不好意思上一頁 那時候委員就討論 結果是說 那我們就在建築法事案 事條之一 加一個規定 審查時應特重建築結構的安全 那就可以解決 剛才這些 畜畜多多委員提出來的疑問 這是我們立法的紀錄所看到的 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在下一頁 可是問題是三四條之一是什麼 三四條之一其實在建築法裡面 叫做一個預審制度 你看看預審制度的條文 啟造人於申請建築執照前 德先列舉建築有關的事項 然後來申請這個 基本的預審查 所以後面加了一個審查 是應特重建築結構而安全 但問題啊 這個其實 你真的 林彥仁很清楚的看 問題是你的發動只是啟造人 啟造人 如果真的他是結構 他怕結構安全 結構設計的問題 他有可能去申請健管機關來審查 欸我的這個結構 結構設計可能有疑慮啊 你要不要來幫我看一下 哪有人會自己找自己的麻煩 所以 可以想像 不會有人用這個來 要求健管機關來審查結構 因為他是啟造人發動 啟造人發動 所以 我不曉得當時立法者 在這裡加是 到底是有益得 到底是無知呢 還是有益的放水 說實在 我真的會懂 那可以想像 尤其現在律審辦法 真的啟造人 不太會自己找自己麻煩 所以實務上真的也很少 很少啟造人想要用這個律審的制度 律審辦法規定也非常空洞 大概比較有可能的就是要申請 比如說像一些建築管制的一些規定 比如說這個房子蓋在這裡可不可以 那比如說像一些建築的設計 是不是可能法規上有疑慮 可能要做一個禮金 但是問題是 如果是關於建築技術的部分 解構設計的部分 大概絕對不會用這套制度來做 實際上真的也不會有情況 蓋房他期待這個建管 趕快通過都來不及了 還要來找自己麻煩 那像現在有結構外省這個制度 這個大部分都希望能夠去規避他 所以當然不會有去用律審 所以律審制度實施到現在 真的也是成效必詳 可以想見 再下一頁 那結構審查的實務上呢 我們也去找了一些資料 我們也看到立法院公務報 曾經就是我們公務機關 有對留言的這些質詢 就說我們目前 這個誰審查 對於四審以下的計算都會首審 然後我們看到立法院的調查報告 也講說在審查項目方面 也過去在73年以前 那也都有審查說 這個結構計算是不是正確 然後督導報告裡面也特別提到 說本市雖然現在已經主採 這個建築士簽證的制度的模式 但還是有查對計算 看設計結果 但沒有去複算 沒有去複算 再下一頁 那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審查的書表 在最早 在最早的這個書表 關結構設計的部分 還寫說 計算所的各部斷面與圖樣相符 然後結構計算書符合規定 那當然不是很細緻 但至少這些都是審查的項目 那我們看到大概接近72年的時候 這一個來計算書符合規定 改成這個構架建築有沒有減負 結構計算書 好像只要審查 有減負就可以了 再下一頁 我們看到73年之後 這個我們建管機關的審查表 更是這個 只審查這個書件 然後土地權力證明文件 還有圖縮 有關結構的是圖縮 這些結構的這些 有關工程圖表和說明書 這個有沒有減負而已 那要審查的 只審查 土地使用管制的這些相關規定 這就是所謂行政與技術分裂 行政 建管機關只審查行政的部分 技術的部分 只有我們看 只看你相關的土作有沒有具備 那但是當然 就算是採用 只審查規定項目的部分 其餘項目由建築師先生負責 可是當然還是不放心 所以還是有一些抽查的制度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抽查的問題就是 第一個抽查的項目內容 沒有涉及到結構安全 麻煩按一下 麻煩按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這條理師的規定 當然抽查的項目是 建律、容積率、解副高度等等 這些有關於設計 比較設計法規的問題 現在比較不是這個 抽查設計的部分 然後抽查不合格率 其實說抽查是偏高的 所以可以 我們也可以想 像這些規定項目 總是 難道那個結構設計 就不會都不合格嗎 另外還有抽查 抽查十字四代 這個 因為每一棟建築物 這個 它的結構設計都不一樣 它跟我們這種大量生產的產品 其實是有小當差 那個可以用概率 就是用兩綠來去控制品質 但是我們的結構設計 可以用抽查的方式 那當然實際上 這個實務上 它抽查還不抽查這個結構 那只抽查 有關建築設計 是符合設計法規的部分 實際上 實際上 有很多這個 這個建範機關 在事務上 有進行這個抽查 根本完全沒有進行抽查 那沒有就結構安全問題 抽查的危險性 下一個 不是再按一下 你可以看到實際上 抽查的結果 像樓梯啊 停車空間啊 出入口啊 面積計算啊 建築高路空間 這是抽查 那規定的前十名 我們去預言計算 立法設計 其實說實在 連這些 比較 算是比較簡單的一些 規定啊 比較簡單的規定啊 都可能會出錯 那我想說 那比較複雜的 結構 計算的 難道都不會出錯嗎 難道都不會出錯 下一個 再下一個 所以啊 這個就是說 而且啊 其實不合格率偏高啊 那代表說啊 那 在當時 我們看到一個就是說 不合格率啊 大概 四五 五成都以上 大概不合格率 40% 那代表說 有可能 10%的 這個不合格的 這些建築物 都流入市場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 所以用 是用抽查 真的是 是是 是一個 就可以控制品質嘛 這就是蠻理問的 那下一項 那施工 看驗的時候 你看到早期啊 這個 早期的這個看驗 電草合表啊 都還有看驗 我們這最佩金啊 佩金這些 到這些去現場看 都還有一看 梁佩金 柱佩金 牆佩金 樓板佩金 等等 下一位 那 這是後來 後來建法機關 在73年後 去看 大家去看 工程期限啊 然後 建築線 我們看到 都是一些什麼 交通安全啊 環保啊 等等的 等等的項目 那 去看是 是不是這些 已經減附相關的這些圖書等等 那實際上 並沒有一個 有關結構安全的 一個實際去看的 這樣的一個項目 我們下一項目 所以啊 其實看驗的內容啊 根本沒有 雖然我們說 隨時看驗 那就算今晚 基本上有去現場看驗 實際上看驗的內容 也沒有涉及 建築結構安全 那我們剛剛講說 必須看驗的部分 然後由這個 陳造仁 會同監造仁 安事申報後 然後幫人繼續施工 我就一直不曉得 我就一直 做法律上很難理解 既然你是必須看驗的 為什麼申報以後 就可以繼續施工 不用看驗 只是我可以隨時去看驗 怎麼覺得怪怪 既然是必須 那為什麼好像又不必須 從法律上史來史 我真的是蠻 蠻不能了解這個名字的 那抽查看驗 其實抽查看驗就是說 如果真的你 抽查的頻率夠高 說實來 當然因為工程 總是有很多的細節 你也不可能 每一個都去看 我看就對於現場的監工了 所以看驗當然 本質上就是一種抽查 只是說你抽查的頻率是不高 你是不是每一層樓 你都要去抽查 還說 是不是 你也不要說每一層的 甚至不是每一棟都去 那我們看到這個 當時這個監察院的糾正報告 那有十一個縣市 是完全沒有去這個現場抽查 這個抽查看驗 完全沒有 那你抽查頻率這麼低 那你根本沒有辦法去發揮 遏止規法的一個效果 那看驗人的資格 其實說實在也不夠專業 所以到現場看 也未必可以看得出來 斷例 看得出來問題 那最後 刊驗就流於行刺 什麼叫流於行刺 最後刊驗 因為暗時申報後 忘得清事後 所以最後也是知道 什麼叫做刊驗 刊驗就是到 就是我們這個 跑照的小姐去櫃台 這個要蓋一個章 然後申報 申報刊驗了以後 那刊驗就完整了 所以在當時這個 九二一之前 刊驗就是這樣就叫做刊驗 所以造成了刊驗人員的錯位 那刊驗人員的錯位呢 這個馬上下意 為什麼講刊驗人員錯位 其實說實在說 建築法 建築法的規定 這是九二一 東西大附近海洋 建築法規定其實本來有三級 民間的建築 施工的品質有三級的民間 第一個就是營造場 成造人和專業工程人員的自主檢查 第二層是建築人的建築 第三層是建範機關的施工開業 三道防線交織而成 三道防線各有及應有的功能 相互依存 卻易不可 馬上下意 所以畫成這個圖 其實我依照最高法院的判決 畫成這個圖 大家可以畫成這樣子 第一層就是 陳造偉和主人幾十的建築 我認為說 這個是所有的細節性 基督性的事項 大家可能都要去做一個監督 去做一個神任 當然建築師建造是第二層 當然他可能就是不需要 面面俱到 他可能就一些比較次等重要的事項 來做一些查對 最上面一層的建管機關 他是用最重要的事項 來做一個監督 當然這個什麼叫做這麼重要 我想這個不是法律可以回答 這應該是我們相關的建築圖物結構 等等專業的人員 來給我們做解答 這也是必須要經過一些討論的 這個不是說 但是不是說這個就很從小 其實不會 我們待會兒如果見到日本的法治 大家都知道 其實日本啊 你到底開業要看什麼 那現場監禮監造要看什麼 其實說實來 這個都有一些比較 比較居心理的規定 可惜就是說 台灣目前都還是 勃勃勃勃的 誰該盡什麼責任 其實是很清楚 那這就是所謂的三級品管 這個圖在前一陣子 曾經有 曾經這個立法委員房訂立 拿到立法委員誘過 去做質詢 去做執行行政院長來自用 那後來在臉書上 我看到有一些前輩 這個圖不太正確 這個圖三級品管 第三級的這個圖 應該是業主 齊兆人 那說實來 其實當然就實際上來講 你可以這樣講 對照公共工程 當然這一邊也是業主 這邊也是業主 可是問題就是說 我認為這個圖是沒有錯的 是因為 其實在建築法裡面 齊兆人回來就 不見得是有專業的人 你甚至看到最早的建築法 其實齊兆人就是 像是那種 甚至連未成年人 競子才人都可以帶齊兆人 那所以 可是建築法裡面 這個建築師的角色非常重要 而且民間工程的建築工程 畢竟那個 畢竟那個 民間工程就是 起造人還是要盈利 跟這個工工程 這個主辦機關比較不太一樣 工工程的起造人 畢竟他們如果要偷工減料 那動機跟民間工程 會是差很多 所以我認為 這一起造人 如果是民間工程的起造人 應該是在這裡 應該是在第二級的地方 這跟公工工程不太一樣 那這是附帶的提供 那下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 剛才就是說 建築師的建築 建築師的建築 和承造人 這個 會頭的申報 那叫下一個 像建範機關的申報 就變成了 就取代了 可能是開宴流音形式 叫下一個 申報最後等於開宴 那這一個 其實說實在 這一層就已經消失了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 現在的開幕 開宴到很多 我看到很多的文獻 都講 包括現在大家的研修法 有些前輩 即使界的前輩 也大概覺得 勘驗 勘不 他們覺得勘驗這個概念 不是專屬於建範機關 建築師也可以叫勘驗 甚至承造人也叫勘驗 可是就法律上的解釋來講 勘驗是建範機關 建築師是建造 承造人 那主任集中 這個應該是監控 應該要監控 有的法庭會監控 工工程的一些相關的不違 勘驗 勘驗 絕對不違是這個 這兩個資訟 那我再 左邊提一下 這個建築法 建築行為 想言 啟造人剛剛有說過 其實啟造人 建築法裡面是蠻模糊的 其實比較像是 民法上的訂做人 比較像是民法上的訂做人 那 規定非常的少 規定很少 我們看到甚至這個 機子產人 還有衛成人 反而規定規定這麼少 反而就這個 還規定 還畫了這麼多的文字在講說 有反而帶來代為申請 然後這個 很多啟造人是法人 工業事業機構有負責任 來負責任 那 建築法裡面唯一的一條 比較有 可以用的規定就是 啟造人 因依照工程 比如說施工 我想這條 其實可能過去 大家也 過去大家可能也沒有用很多 但在九六一地震之後 這一條非常沒有用 因為當時就有很多這個建商 就說啟造人 我們是啟造人 建商是啟造人 啟造人 就是民法上的訂做人 民法上訂做人什麼 其實民法上訂做人 民法有一個很條很明確的規定 是說 承攬 就是他們承攬 發包給這個營造廠 承攬人才要負這個侵害 侵權責任 所以訂做人是不負責 他除了訂做 不只是有故事有疏失 而訂做人員則上不負責 所以很多那時候 很多的這個啟造人 建商都用這一個民法這個條文 來說 變成說自己沒有責任 結果 那怎麼樣去連結到他們有責任 最後最高法院有一個判決 建築法第39條 啟造人依照工程度上施工 這是所謂保護他人的法律 所以如果沒有 啟造人沒有照工程度出來施工 就要承清決行為了 所謂沒有責任 所以啟造人當然在九二一之後 可以看到他的整個定位是比較明確一些 相應 那陳造人呢 陳造人是當建築法規定施行 規定為營造業 營造業還設置專任工程人員 顧承探工程的施工責任 所以到建築一旦導彈 那陳造人和這個專任工程人員 覺得逃不掉 如果他還在的話 絕對逃不掉 那 營造業法也有規定什麼 在專任工程裡面 就是受命營造業的這個技術 建築師 負施工技術指導 和施工安全的責任 不過問題就是建範者 他負什麼樣的責任 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其實這次也是 維冠大陸的導彈 也是有 涉及到建範的這個問題 那看到最高 其實在九二一席 我們看到很多 這個類似案件 類似案件 也是博士的家 最高法案的見解 他說 我們只是弱職單純的建範 那剛好建範 那個建範給別人 那個建築剛好倒 這個因果關係 這不當然 可以理解 不過可能 但是借來給他 他也不會倒 那借來給別人實作 那他也不會倒 所以這個因果關係 沒有必然 所以這個 就要盤認為說 沒有相當因果關係 所以不用負這個 擁長責任 那這點當然 我也是覺得 這當然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有一點 就有一點 不太符合我們的一些 說實在 如果 有時候就是像密醫 密醫醫死人 對啊 這個醫生 借來給你密醫醫 才醫死人 那個醫生不用負責 這種道理 其實是 比較不符合 當然因果關係的 這個比較嚴格的 推理上來講 也許這個密醫技術很好 他也不會醫死人 當然你可以這樣多論 但總是跟人家搭的 法律感情 不是很一樣 要不是你借來給這個密醫 這個也不會 這個密醫 也不會讓這種問題醫師 可以去醫治別人 就從這點來想 是不是真的沒有因果關係 我真的是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問 所以我打一個問 好 下一頁 那設計人及建造人就是建築師 建築師 我們看到這個五層樓以上 這個是還要由專業技師來 來建築負責任 建築師並負責任 建築師在建築行為人體系 重得跟地位 這我們看下一頁 其實說實在 這個建築法 因為它六十年制定的法 當時整個建築產業 其實在企業化經營的很多 那很多都是地主之地之建 或是搭一群股東 然後就婚來興建 所以其實很多當時的企造人 沒有專業化和企業化的經營 很多大概是比較知識 比較沒有專業知識的人 所以很需要建築師這樣的一個角色 來統合企造人和營造人 來算法系列 所以我們看到建築法 對於建築師的規例是非常多的 它附有一個很重要的協調 這個企造人和成造人的這個角色 甚至還有一些中立客觀的醫護 所謂中立客觀的醫護 就是如果今天他發現問題的 他去通知成造人 成造人埔里 他要去通知起造人 起造人埔里 他等於要違背很多人的意思 然後去報告建築機關說 這個工程有問題 所以調委壓的意思 那這個當然其實是很特別的 在整個法制設計上那麼特別 所以建築師其實在整個負責建築安全 其實在建築法裡面 他附給他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把建築師當成一個專業的象徵 一個崇高的尊嚴的象徵 認為說這個專業者應該要盡他 專業客觀的中立的責任 當然五層樓以上還有個專業技師的角色 因為五層樓以上相關安全跟更加的專業 所以還要建築師和專業技師一起來負責 建築師甚至還要負連帶責任 這個是當然現在有很多人在探討 這個連帶責任 尤其是建築師團體 所以這個連帶責任 他們也希望把它卸掉 不過當初的建築法的意思是 建築師在這個建築物的這個 基建的角色裡面是很重的 那是不是符合現代的 我覺得確實這畢竟是六十年的法文 以現在來講齊造人 其實說實在常常變成造人合而為一 建築師以前可以去幫齊造人 來監督自己造人的行為 但他現在發現了 他等於是要監督顧他的人 這個實在是從人性上的角度來講 這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今天去挑你毛病啊 可能明天就被叫走人 所以其實最後建築師根本也 也不會去到現場監督 發現現場的人就是顧他的人 所以西安建築法 有這樣的一個體系的安排 其實是蠻值得去討論的 蠻上一頁 那當然在921之後還有監督完 是不是刑法193條進攻人的這樣一看 那這是蠻具有爭議性的 所以請問一下 還有重點監督 建築師的監督到底是監督什麼 建築師他們說是重點監督 建築師公會 建築師團體比較常說的一個說法 是確保我設計意念 與我這個建築的成品 與我的設計意念相符合 其實我的理解就是 一個比較外觀 外觀符合就好 這個內在的儀化合適 這個當然我覺得這個是很有理由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修法一些脈絡 原本新三年修法以前還要檢驗 建築材料的品質數量強度 知道施工化檢查施工安全 那現在呢 現在說監督營造業 依照今天要設計塗梭施工 什麼叫做依塗梭施工 到底多細緻 查核建築材料的規格及品質 這兩條 這兩條 到底它的意思是什麼 到底你監督 重點當然監督本來就不是監工 我覺得監督就不是監工 刑法193條用監工 那是因為刑法制定在 在建築法制定之前他們監工 那刑法是不是有漏洞 就是當初沒有 沒有肉位規範這個監罩這個角色 那另外一回事 但監罩我剛剛講說 既然是第二級品牌 本來就不可能是令人巨大 但是難道 難道是像無關大樓 或是像921地震 有很多的大樓施工 這麼嚴重的缺失 我們建築司令你看都不看 所以有一次我記得 在偵查的時候 建築司一直講說 它是重點監罩 然後我就把那裡面切實列出來 這個 做菇金 這個建築這麼大 然後 沒有實實做這個彎溝 這個135度的彎溝 然後 這個 甚至這個菇金的數量 嚴重不足 那這個是你們重點監罩 難道不需要看這個嗎 不需要看這個嗎 那你們要看什麼 說實在的 這個建築司也講不清楚 這個也講不清楚 很難想像 就是說 對我們來看真的是蠻重的 如果重點監罩 那個是重點 那難道不是重點嗎 那當然就公會的說法是 我只要看設計底下就好 那我就覺得 哇那建築司還蠻輕鬆的 那建築司 拿這個三層的建築我會失誤 就他們現在的這個比例 費用的比例是基於三 設計可以清 建築可以成 那失誤這個三層 當然實際上 可能都沒有這個三層 可是大家目前的這個比例的 這個習慣分子是這樣 那我看三層可能也不需要 一直看一下這個外觀 是不是符合圖而已 那這樣似乎就 我覺得如果 這樣子叫重點監罩 那實在是 建築司的監罩真的也是太輕了 根本就不需要 根本就不需要這個角色或許規定 下一頁 那不過 就是回歸到建築法的解釋 就是說 當然 我們看到建築法 其實對建築士課的責任 是蠻重的 那問題是建築師 有沒有辦法服這麼重的責任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傳統建築師 被歸類為四師 醫師、律師、會計師和建築師 服務的對象 醫師和服務對象 特定大眾 他的耶路課程是最廣的 包括老人、小孩、男女、老少 都是醫師服務的對象 律師是比較廣的 可是大概服務的對象沒有像醫師那麼廣 因為什麼人都有可能生病 那我們看很多人在座 可能一輩子都沒找過律師 那會計師呢 大約比律師更狹窄 他比較負責 大概是可能這個公司行號 比較需要這個基障 那些所得比較多的人才會去找會計師 建築師呢 他是最狹窄 大概是個地主 還有一些建商的財團可以找他 可是我們看到他服務的這個內容 醫師是涉及到個人的生命身體 當然涉及到生命身體就很嚴重 畢竟他只有個人 那律師原則上涉及到人生治療 有這樣的權益 人生治療當然也蠻嚴重 會計師雖然可能涉及到比較大眾的這些 像會計師如果做不時簽證 可能會影響到不會知大眾 但問題大概只涉及到財產權益 不過唯獨建築師啊 他是涉及到公共人生財產安全 人生的安全這麼嚴重的事情 還是大眾 所以其實他的這個服務啊 他的權益是最 他的一向是最大的 可是我們看到他面對的這個競爭 卻是最殘酷的 從人性的角度來看 等於是我們期待建築師啊 要去對抗 他要去對抗 他的委託人啊 然後來付這樣 這麼重的一個責任 其實說實在 而且要面臨到最劇烈的這個競爭環境 因為他的業務課程是最狹窄 那醫師這個 等於是所有的人都是他服務的對象 他的競爭跟建築師比起來 當然他的競爭的條件是比較低的 所以等於是建築師要面對最嚴峻的競爭 可是他的權力最大 他的負責責任權最重 這個實際上只是一個 一個蠻辛苦的這樣的一個市場的環境 那從啟照我們的角度來看啊 那個我們其實說實在建築投資 業的經營也是富有低性 真的也是蠻高的 受外災管經濟出的影響 從最近這個房市這個 所以真的是已經非常多的建商 所以房市的交易真的是很不好 整個外災環境的變化非常大 所以很多建商真的已經快撐不下去了 這個就我自己所知的缺少就是這樣 那資本利己 它其實啟照這個建築投資業 它是一個真的很高度利己的產業 它原料產業是高的 但它供需坦信很小 所謂供需坦信呢就是說 因為建築物的興建需要一段時間 大概一兩年以上的時間 變成是它要去面對這個市場景氣的因素 它有時候會來不及年 可能它最近景氣好 它就趕快搶建房子 但是問題是要一兩年 甚至兩三年以上這個產品才能推出到市場上 可是等它推出去以後 或許市場上這個需求又減少了 但是那時候供需量就很大 那所以就是因為 營建這個產品的這個興建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變成它工序的彈性很小 那土地的價格也有時候就變化是蠻大的 你看它風景其實蠻高的 那另外建築投資業的這個角色 經營的這個現況當然 來它怎麼看建築投資 它當然希望建築投資 要找麻煩 那營造業當然希望成能低一點 然後趕快一點 它才能找到 它當然是在景氣好的時候來推行 那就是需要實程 品質呢 品質因為隱蔽在這個結構庭裡面 根本消費者也看不到 所以當然品質絕對是最後的 所以最後的這個地位在最後的地位 所以就它來看 建築這個啟造人的這個角度來看建築事 那這個成造人他是這樣的觀點 尤其啊我想就啟造人市場都相當吃 所以麻煩就是營養公司的問題 這也是我研究這個日本 其實日本它有很多的問題跟台灣是相似的 那我覺得日本這一岸公司的問題 還要變台灣這麼嚴重 台灣這個幾乎是 我們大家有注意一下這個隨身拿 隨時拿到這個傳單 像我都會去注意那個廣告 你的投資興建是哪一間的公司 說實在我已經認識蠻多了 但是真的很少看到認識的 因為都是一樣公司 在上面的專業 營造業也是呢 營造業跟一般的生產產品真的是不太一樣 它每一個工地都 每一個建築物都長不太一樣 然後地點也不是像在工廠裡面 生產裡面這麼容易做一個廣告 那有些施工地點真的不好施工 然後分工集團隊 所以營造業基本上它是有很多的專業的項目 大概每一個工程通常十幾個二十 十幾個甚至上百個專業的項目都有 那品質會會不像一般的產品 馬上就可以發現問題 消費者馬上發現問題 然後馬上可以去做一個品質的回饋 所以營造業整個的經驗 它就是現在都是一個分包管理 很少人 其實所謂的分包管理 營建真正的那個大包商 已經變成了一個營建管理 營建管理的角色 不會有自己的工班 當然也不會有太多的員工 那都是用分包的方式 所以其實營造業這個跟我們一般的 這些產品的 營建產品其實品質管理 困難是比較困難的 營造業經營一些廣中小型營造成 重度競爭的非常激烈 這邊雖然我們在營造業法設計了一些障礙 進入障礙 什麼資本額啊或是一些時機啊 還有專業工程人員等等的 那問題是那些都是 資本額這些都是可能 有時候只是一個記帳 做帳的方式就可以去解決 然後這些人員呢 這些實際的一些都可以用戒牌的方式來搭乘 所以其實整個法律機能障礙形容許多 以至於營造廠非常的多 那競爭也是非常的激烈 但是問題是要維持案件 案件進行 因為畢竟手下還是養的不少人 如果今天這個案子結束了 那沒有新的案子 可能手下的這些人啊 也都必須等於是要欺負薪假啊 那臨時性 所以也不敢養太多人 那大部分的這些工程啊 都是有一些 還是群外聘這些出工啊 來做什麼外勞來做 所以整個這個 整個司座其實很多都是臨時性的團隊 臨時性他不像 真的不像可能很多 不像一般的這些手機啊 或是什麼一些電腦啊 那些汽車那些產品啊 他的生產他的品質管控是比較起義的 專業工程人員呢 專業工程人員的角色 他在市場上實際的權限 當然他受聘的營造業 基本上你要這個一個聘僱的人群監督 監督這個營造業有沒有好 但如果他也必偷工減量 他就監督他 沒有偷工減量 基本上這個人性上的角度 來講是很困難的嘛 這叫吃人的嘴軟 然後你的手軟 那我們這個專業工程人員 雖然啊 其實營造業資產這麼多 法律又規定說啊 也要要求祭司或建築師啊 擔任這個專業工程人員 那理論上啊其實既然需求量大 供給量少 那專業工程人員 地位應該是提高 可是我們 我們國人的這個民主性 是很奇怪的 反而是沒有提高 我還是拿不到錢 但是就是借牌的文化從此 反正就是用借牌 你也不用來 用施作 我就給你一個借牌費 然後幫我感足這個市值就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市場運作的現況 我們就確實就是如此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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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講說 所以我們一件產品 是不是需要監督 除了大家想說 市場的現況 有辦法自己去做自我的規定嗎 其實我剛剛介紹了一下 市場的現況 其實是蠻困難的 那也沒辦法說 如果發生問題 我們靠市後的全力救濟 來讓這些業者 可以產生這個警示的作用 讓他不敢去做偷偷檢查的這些行為 或是結構設計 設計處理問題的這些結構設計的行為 我們來繼續來看 市後全力救濟可不可行 下一位 其實從這個大概很簡單 很快速的跟大家稍微瀏覽一下 其實從我們整個 這個訴訟的體制的運作 如果當發生問題的話 這個一般一站一 跟他組織是救會 那民事起訴 那這邊應該有刑事 甚至在為了避免是一樣公司 甚至不要說一樣公司 有時候 就算不是一樣公司 可能也 可能也 最後怕賠償 然後甚至說脫產 所以要申請獎 等等 然後進行準備程序 那當然這裡面要盡聽報告 才要辦法去做一個 不管是喜事 則能不能追究 或是一則能追究 然後 這個開始就是 第一省 第二省 第三省 那第三省 這是我們台灣的司法制度 那上途到第三省 可能還會被發抖 發了跟一省 跟二省 等等 所以其實 這個面世間關係 我想大概不深究 但是就是說我們整個全力救濟 這個整個程序是蠻融層的一個程序 而且還蠻複雜 下一點 那再來我們看書上建定報告 建定報告 今天時間任何關係來 現在我們再找你們 蠻多建築師的 這個我用考試 這個 在台南的時候 有人跟我們說 就反而蠻酷 反正就是 這個主要講的是說 不同的專業工會 可以建立出南原北側的建築報告 那有些工會 可能是有一些 為了特定的目的 所以才做出這樣一個建定的結果 那可是這個在實務上 就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那我一開始其實打了十年 就是因為 不要說 不是什麼 祭司和建築師這個課 就是 光是體木祭司 公會 台南市建定的跟這個 高原市建定的就不一樣 南原北側 然後 搞到現在 真的是 已經五六份建定報告出來 那法官員到現在 到現在已經 十年 所以建定報告的問題 其實是蠻好的 這個 不要以為是自然科學 這個責任的歸屬 或是原因的建定 這個難度 這個其實說實在 看過這一個建定報告的問題 因為建定報告 所以衍生出這個訴訟上的難度 其實才是 真的是 非常嚴重 再來 那再來提起訴訟呢 其實也有很多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告訴誰 訴訟 可問題是很多 或是離岸公司 然後實務上 又不太用這些法律科否認 或是接穿公司面紗的原則 去把背後的公司找出來 那違反大陸當然 有來看是比較心靈點 因為他真的是 民案者很多 他整個檢標都非常關注 那 等於是他在第一時間 就把這些公司的這些 記憶的這些 真正的這些記憶者 可能就鎖定了 然後甚至把他羈押 然後去把一些 然後去整個去 去民進他們這些分工的敗獲 如果一般不是像 違反大陸的這種案子 可能一般 不要說沒有死人 十幾個人的 可能檢標也不這麼重視 那你如果沒有去 好好珍藏的話 你個人沒有辦法去 把後面的這些 真正的實際負責人 也揭開 那你要去追究 我這些議案公司 議案公司 議案公司你一下 各位沒有辦法 整個事物都解散去算 你根本找不到人 然後賈扣壓 賈扣壓當然 這一次我們看到 台南執政府也很積極的 所以在做 賈扣壓這個動作 但如果是一般的案子 像現在 民事實用法 九十二年以後 修法之後 說這個很嚴格 我們債務人還要去 舉證 那債權人有脫產 債權人要去舉證 債務人有脫產 才有辦法去申請賈扣壓 是怎麼舉證 當然是法療是顯示 但在我看食物的運作 就是要舉證 所以這個 要賈扣壓也很困難 那如果真的這樣 其實打到最後 這個早就脫產 如果沒有辦法搶扣壓的話 那強制執行呢 這個我剛剛講的 如果脫產的話 根本沒有辦法強制執行 不要說一樣公司 知名的公司也有可能 整個座 然後發覺真的是 就是要賠很多 把他解散 解散清算 也是脫產 那訴訟費用呢 訴訟費用 那我們看財案費 代碼 禁止名費 必須是非禁止費 等等 明目的費用 再下一頁 尤其對於伊朗公司的求償 這個是非常困難 我跟你講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當然不詳細的介紹這幾個個案 這幾個案件裡面 有幾個案件是有求償成功的 那有幾個案件是沒有求償 沒有辦法求償 我簡單來講一下 第一個 下一頁 這樣第一個這個是美地電大龍 他就說 雖然 雖然說 這一樣公司跟背後的這家公司 幾是不同的人格 那你這個你就算是 腳管通知單上 都有標註說是東風建設 關係氣墊 然後 而且地址都很一樣 但是啊 問題是他還是不同的人格 所以你不能跟背後的這家門公司來簽署 雖然負責人都是同一喔 都是有親戚關係啊 但他們都是不同的人 在法律上不懂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下一個 像洪泰這個案子啊 說廣告圍線上都還寫清楚洪泰機構 但問題是 買賣契約書上不是寫洪泰啊 不是寫洪泰 然後 雖然啊這個什麼 辦公室啊都是登記在同一個 而且還電話號碼是同樣一個 還是普通的人口 甚至協調會有位移紀錄啊 也那個人本來還寫洪泰的 借這公司是宋婦玲 不過他這個婦玲也蠻聰明的 在親民的時候趕快把這個洪泰字 劃掉來自紅森 所以啊這個也證明說他不是同一個人 所以這個也沒有辦法去跟背後的同事的求證 這些都是確定案件的 所以合不公開都沒有問題 那當然還是有一些 這些是有可以辦法求證 揭穿那個公司的面子 可是這個怎麼辦呢 這一定都是要有一個行事庭 就是要有行事庭 完全好好去增長 把背後的真正的實力負責人給抓 揪出來才有辦法 像這個 像這個我剛講這個 這個就是說 這個行事庭已經 離親了他就是公司的實際負責人 所以他當然要負責 下一位 這個東方巴黎也很特別 這個人是醫生啊 這個啟造人是一個醫生 但是啊就是行事庭有去 就是整個偵查和審判時候 都有去把這些人給 第一個是地下室的停車廠方裡面說什麼 工地在施工的時候 這個醫生都是去現場監工的 然後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負責 公務主任也說 這個人就是整個公司 都是他負責做決策的 他也有去現場看 現場的監工也說 這個人就是整個現場有去做監工 所以他就因此這個行事庭 就認定說他是去了指揮監督的 覺得只能認同 其實他是一個醫生 他背景其實是一個醫生啊 但是他這個整個大的共證是 他所做決策 辯論設計的人 把原本那個本來不是商場 全是辯論設計商場 又不去檢討他的結構分析啊等等 所以最後也是判定他有責任 但這都要以這個行事 如果是單純是民事啊 這個其實真的不容易 因為我們民事的一般人 律師也沒有這個調查權益 他沒有辦法去 他如果今天把傳這些人上來 他這個人 等於他沒有一個行事案件的壓力 他根本就說 這都不是我們負責的啊 都是那些營造廠的那些人負責的啊 所以這個 這個行事在這些案件的求償是非常重要的 下一步 那當然也有完全沒有行事啊 這是我過去懲辦的一個案件 或這案件到現在還在打 三三一地震 也是一年三一地震 大家需要看到 到現在多少年已經更三省了 不過基本上 雖然跟了三次啊 到現在沒幾案 不過整個最愛反應 至少到現在都還沒有挑戰 我們當初的一個成果 最後是有把這個背後的一樣 這個人公司給簽出來 大家很辛苦啦 我們把整個特定的這個 把這些輪圈 當然一樣 跟剛剛之前很多案件一樣 輪圈啊 地址啊 什麼的都拿出來 然後傳了很多證 當初都是跟這家買的啊 雖然掛 掛名也不是這家公司的 我們下一步 好 這一個案件也是蠻特殊的 背後的這些石器的負責 也都被我們揪出來 被我們揪出來 下一步 當然這個花了很多的力氣啊 實際上有去 去這幾家登記的公司 這些一案公司登記的例子來看 根本就是一般的住家嘛 根本完全沒有公司 一頁的績效 下一頁 尤其這家公司也蠻誇張的 這個設計這麼多一案公司 那也都不 也都 其實我們也蠻特別的 都怕不知道是 對一案公司不是他 然後都有用同樣的字 如果就是蠻誇張的 75年設立 91年解散 82年設立 89年撤銷 案子蓋好了 然後就解散了 就是收集到了非常多的這個情形 比如說訴當便是沒有 以數量取勝 就是讓法案 這個真的什麼都沒有 這個法案救出來 實際上是 還講這些都是不同的法人格嗎 好意思講嗎 所以大概就是用這一類的方式 才有辦法 對一樣公司 背後的公司來做求證 那當然這些都是非常辛苦 像行事責任的追究也是蠻辛苦的 那行事責任追究呢 我們一般來講過失之任遺失罪 大概這個影片一下 193條 193條有一個城南工程監工人 營造的時候 不被建築出成規的罪 但他其實也有蠻多的問題 故意犯行為主體和時效 其實都是一個蠻 都是一些門檻 所以真的要追究這些人的責任 其實要符合這些規定項目 才有辦法去追究 我們看到9ATN其實很多 很多的這些城南工程監工人 沒有辦法去 沒有辦法符合這些規定 所以都沒有辦法去追究他的責任 那偉照文書呢 其實也有些限制 就是說讓你借牌 借牌就是使公園登來不死 但是問題就是使公園登來不死 或是 或是你明知道不死的文書 比如說設計圖 或是你根本沒有去現場看 你還是去世報說 或已經去現場查用完了 都沒有問題了 那這個是不是使公園登來不死 或是你業務登來不死呢 其實說實在 過去啊 也有一些事物的安理 然後任務就不構成 那這當然比較複雜 其實不是在邦律師 邦律師那個上課 所以我可能讓你講得那麼細 但就是說 其實只能追究 其實不是一個能力 下一個人 那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統計 到2007年1月我可以知道 他喜事 喜事責恩的追究的進度 真正確定 這個前面14年 比較說死傷比較慘重 前面14年只有兩間圓園 你看他很多都還停留在 甚至還有在第二首 很多都還在發揮更新的階段 都沒有確定 所以整個行事責恩的追究 到底能不能去遏止 不妨這個行事 我覺得是蠻有問題 下一個 那遲來的正義是什麼 遲來的正義是正義呢 第一個 責任的追究 需要很長 不管是行事或是民事 民事剛剛看 答了思念還沒有確定 不安歸見 那另外 責任追究其實是很局限的 因為 責任追究難道 就能夠 就可以解決問題 其實這一類的這些症災 都代表是一個 架的意義和壞壞 那人命是無價 處理的時間 成本也是非常難有的空氣 所以 責任追究 要辦法重新隔壞 下一頁 這個是在講 人命是無價 家的意義和壞壞 下一頁 那解除管制帶來的代價 其實集合座宅常見 我們今天都是在場 這個 他就很明顯 常見起來 真的是不適合 公平大 住 疫情其實都受得很高 不是說只是 只是這個 警戶的問題而已 要居民來做一個 健全的組織情 都不容易 整個重建公司 按基礎 這個問題幾乎 是在 他知己 921地震 可能有一些原住 原住 原住的不一定 不一定可以順便闖見 甚至有些 921的這些 戰役怎麼辦 重建長期化 下一頁 下一頁 你可以看到 921地震的終點 真正 這個 住宅單元重建的比例 這個 完工大概是74 但這是住宅的單位 如果就集合住宅 集合住宅 就是比較多戶 因為這個住宅 可能包括 一萬獨戶也是住宅 如果從集合住宅來講 也只有百分 5年的只有百分之42 完工重建 如果就住戶的比例 因為有些集合住宅 可能戶數比較少 就比較多 所以如果單純就住戶的比例 5年大概只有24 24%完成重建 所以重建 其實是非常久 非常久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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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到 這個是到來年輕 這些 甚至還有很多的 都沒有開工 沒有開工 可能後來 有一些 就不然所知識 就連幹都沒有幹 中間大陸 在當時也沒有完工 大概7年 6年 5年 才完工 所以亞學者的建築管制 我們傳統這個建築法 在修法的時候 都 結構安全的這個管制 都只考慮到被管制者 就希望可以能夠經濟效率 不要因為這個審查太慢了 或是單割他們的進度 所以建築法三頁還有規定說 這個要在多少次天之內審查完畢 都是在想說 這個 只考慮到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間的關係 沒有考慮到遺憾管制的人的這個角色 其實你這個影響到 不是只有被這個 申請這個建築 要建築的這個人 而是可能是可能影響到 他未來要住的居民 或是附近的居民 使用的人、路人等等 下一篇 那建築 為什麼要政府監控管理呢 其實建築要欺域建築的特色 剛剛您稍微有講一些 這個是日本建築學會的一本 一本研究 一本書 裡面講說為什麼政府要監控管理 第一個 因為建築物以外商品有很大的差異性 消費者對建築物隱蔽的安全性 這個瑕疵根本很想做判斷 因為這瑕疵發生問題 還不是可以馬上判斷 這個可能今年 要是沒有地震 他可能也不會被發現 所以這是第一 第二個 他可以一般商品製造的也有很大差異 每一次的生產組成分子和侵入學 都有多種的確定性高 而且第三個 建築物往往伴隨為數眾多第三頁的影響 他不僅僅是只有影響到客人 他還是影響到很多第三頁 所以他是存在於社會性的財產 建築物又是國民生活的吉堂 極為高價的民生必須 一旦發生災害 人命殘殘所屈居所屈到 求償其從建國社會貨物 日本建築學院也有所謂的 其實這本書是我後來才發現的 這本書是讓人想的其實多吵 政府為什麼要來監控管理 必要性的財產 下一頁 我們再有時間關係 這個我再快速的講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下日文 看一下日文的這個情形 下一頁 日本其實在1998年建築基本法修法之前 當然也等規定他們也有像台灣一樣 有審查結構 他們是要建築確認就是 類似我們建造制造的法案 我看到其實當初的一些審查的一些文獻裡面 其實也是做實施審查 審查計算基礎等等的 這些東西 不過它比較特別就是他們的施工勘驗 這個現場比較現場的檢查 屬於一個任意性者 反而比較像我們現在的這個肯定的制度 下面 不過1998年建築基本法修正 那是算是一個非常大的修正 號稱50年來的大海鎮 那一次大的修正 其實它是有到時代背景 那時代背景其實就在 其實大概我有印象 在97年98年那個時候 大概整個就公共行政的這個時朝也是比較朝向 這個管制放 這個放官管制 小政府政府不要太多 這原則上 能交給民間的自律 能交給民間的就是自己負責就好 這個小政府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是一個放官管制的思潮 不過 雖然是如此 但在97年 在修法之前 整個建築行政的這個機關 那時候有一個建築審議會 提出來的大聲 我們從大聲的裡面可以看到 雖然 那時候是一個放官管制的思潮 很多的 比如說性能規定 就突破傳統在降化的這些設計的規定 然後 另外還確認檢查可以開放的民間 其他可以大幅 但是 最主要就是 還好就是1995年那個時候 發生了一個百姓大地震 這個是造成引發 就是造成一個所謂相當大的震撼 所以在建築管制的時候 建築管制的時候 這個並沒有 只是完全思考的是放官管制的規定 反而讓很多加強管制的規定 被納入這次 接著幫你的修法 那 所以確認檢查 不能完全 不是完全開放民間 就是不是完全的 是讓這些民間人自己負責 它主要是調整 因為官方真的人力和民地都有限 所以 引入民間的力量 來幫這個官員 政法 來做一個監督的職責 監督的角色 但是不是去讓民間自己負責 當初也有一些建商團體 建築師團體 說主張 在這樣一個思潮之下 建築師其實是可以自己當 任何叫建築師 他說 他問到我們 這個就是 其他的建築師 他有構造建築師 設備建築師和一家建築師 建築師和技師 專業技師的概念 也有說 可以由這些建築師來自己負責就好 但問題是 自己負責人員只有兩個限制 第一個限制就是 這個資訊要透明 這個建築跟一般的產品不一樣 沒有辦法說 這隱蔽現象是沒有辦法透明 第二個就是 這個產品沒有外部性 建築物影響的是 他影響的是很多 做造的第三個 所以 暫時沒有辦法 在現在的社會現狀下 沒有辦法裁自負責人員 這大三名的民間 下一個 這是大三名的民間 這是大三名的民間 是十五千多人 下一個 另外的愛情說 雖然可以開放民間 民間審查 刊驗 可以開放 就審查刊驗的這些 這些公權可以開放民間 但民間還是 這些機構還是要 現在具備定要件 其實這也是我現在非常擔心的 就算我們修法草案通過 未來這些第三方的這些機構 到底有沒有具備這些要件 其實是哪裏 所以我說相關的執法 我們還要看會是這個規定 現在都是授權給這個 我們現在的這個草案 是授權給內財部來規定 未來不曉得它有什麼規定 就達森文裡面講到的就是說 第一個 他要具備高度的技術能力 具備應應的組織 還要具備足以應應 世國紛爭的責任體制 具備中立公正的第三者性 還要應應地方特色 做適度的調整 建立原格的監督及自己法則 明確化執法規範 基本上這個確認檢查機構 不能 大概個人是蠻難 蠻難勝任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圖 本來在1998年修法之前 原本建築確認就是相當於 建築執照的審查 有一個建築主事 建範幾萬公園 然後原本的施工中 是沒有 修法則後 主要是因為 百層大地震的關係 反而 雖然大家 是沒有 市場是放滿管制 反而施工中是增加 原本的這個 執照審查的部分 設計審查的部分 還有總公園 加一個民間的角色 施工裡面反而是增加的 反而是增加的 下一頁 我們看到其實相關的 這些確認檢查機構的指定 下一頁 還有監督 也是有一些規定 因為畢竟他還是一個民間的機構 民間還是以引力為本地 所以當然還是要以明定的這些資格的 認證和監督才行 下一頁 然後中間檢查 就是也是98年 現在施行的 有點 就是說 有點像我們60年的人 會見不看 就是有一些 由地方接管的機關指定 是必須開院的部分 然後要去做一個中間的檢查 檢查方式是目視的檢查 計測的檢查 計量的檢查 還有報告書的審查等等 那比較重要就是說 他其實不是在全案建照 他只是就一個第三者 第三者的角度 更高度的一個角度 來做一個掌握 工程監照的這個狀態 是不是有確實監照 然後要實際去現場來看 這個是在那邊檢查 很重要的一個內容 一個精神 下一頁 我們看到這個是東京都的 一個中間檢查表 大概 大概裡面有一些 就是這個是我把 這是這幾個 這幾個贈災 大概都是駐的這些 配金的這些狀況 配金的這些 駐的指數 駐金的指數配置 確認等等 其實這個中間檢查表 代表說 這個是公務門 是需要看的 是不需要看的 我們的公務門說 這個是技術事項 這個不用看 技術事項 就交給民間指數負責 但人家 其實日本人在看 它文件也有 行政與技術分立這個概念 然後行政與技術分立是什麼 是建管機關內部的 行政技術分立 也就是說 建管機關有一部分的人 負責行政 另外還有建築組織的角度 角色負責技術 所以他們的行政技術分立 是機關內部的分構 我們卻是解釋成 這個技術的部分 這個完全不一樣 這其實真的是 這個是很荒謬 完全是這個 其實是錯誤的 那98年修法之後 雖然這個 捷戈警察的這個 捷戈警察的這個 這個職責並沒有降低 但是反而在2055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事件 叫做耐震偽裝的事件 這位建築師 赤子秀使他 偽造安全的異例數據 結果 他講出假貓數據 是他正式的 驗證出他的建築設計 或設計是安全的 結果被發現了 發現近百棟的建築 都有這樣的問題 他設計了 甚至還有其他不能設計的這些建築 也有故事被發現 結果那一次啊 被清查的捷戈 數以牽涉的軍營 被迫監 所以有人就評論說 建築確認這個事情 怎麼可以靈化 靈化是不是徹底失敗 下一頁 所以當然後來 下一頁 當然後來經過很多的檢討 很多檢討 最後還是 畢竟真的建管的建築 能力是有限 他也不完全是因為開放網接觸的導致 有很多也是在建築機關視察的狀況下出錯了 所以啊 其實最後 還是沒有把這些業務收回給民間 只是怎樣讓民間去做監督 讓他們更有重力構正性 然後 因為畢竟民間就是民間 他還是有一些顧客之上 檢討還有一些 還是有一些問題 他第三者性是不是具備 他為了創造利潤 人力 也都不足的人來擔任 然後 所以啊 但是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 讓這些民間機構 更去的中立構正性 然後更讓他們更去充實他能力 而不是完全 就把開放民間這條路給封死 這是後面的一些檢討的結果 另外中間檢討要更強化他 剛才說是由 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一些 必須開業的部分 現在是法律提供的規定 哪些是必須開業的部分 你一定要去看 下一步 那在結構設計審查的部分 他是導入一個 他除了這個原本的這些確認機關 他導入了一個更專業的機關 這下面向我們現在更 結構外省的那種層次 那種層次 一定要要求專家審 而且相關結構審查的內容 還是要明確化 其實我都有收集到相關的資料 那些資料當然因為真的是太專業了 大家只有有 結構即使看得懂 不過他們就是在討論 到底我要審什麼 民間機構的業務施政化 那時大門審查期間會一定成延長 事通開業呢 就是中間的業務施政化 所以他等於是 在原本的建築組施案 確認機關 已經在確認機構之外 更還有一個新的 叫做構造計算適合性看見機構 也就是更專業的機構來審查 當然這是一定高度以上 那如果不是一定高度以上的話 還是原本的這樣一個制度 所以這就是 等於是他們發生的這個事件 就認為說 這個結構的審查是更重要的 所以要更加強 下一步 然後相關的這些監督 相關的監督也有做一些 這個是日本修法前後的制度 下一步 相關的監督也有做一些強化的推定 那就是特定行政庭這樣的儒管機關 可以隨時進入到這些民間的機構 來做一些檢查 下一步 好 那我想這個日本大概介紹 我們最後做一個 做一個 政府建築管理到底應該負擔何種程度的責任 下一步 其實從日本制度對照 我剛剛大概有多少講 我現在行政與技術分明 其實跟我們所謂的分明是完全不一樣的 自己簽證負責 自己負責難道可以嗎 難道你們 連日本人 算是比較謹慎的一個民主個性 都覺得不能讓這些專家 專業者自己簽證負責 那我們就覺得 放心 可以交給這些人 沒有問題 然後審查理 看驗的目的 我想絕對不是取代原本的設計人的設計 或是原本監工監造者的角色 他是一個站在第三者的監控的角色 那當然他是要去掌握原本的這些設計 還是監造的這些狀況 他不是要取代這些二級的民主 然後審查理 你看這個內容已經非常重要 這個我們看其實說在 這個反而是 如果真的 我們這次的修法能夠成功的話 這個其實 如果我看現在的這些專業工會 不管是建築書工會 或是技術工會 都很擔心 但是我們大家對這個事情 到底該審查什麼 該看驗什麼 你從基督外審就可以看得出來 有一些東西其實也不是講得很清楚 那現在未來有辦法去移情這個 我看日本人是蠻認真的在移情 他們的資料都是厚厚的一筆 大的問題 他們會真正在討論 這些專業者其實都講在討論 到底該看什麼 那委託民間辦理的配料 就是我剛剛提到 就是我剛剛提到 那個達成的就是要 那七個要求 這個民間機構 一定要有一定的能力和能力 還有一定的第三者性 消費者這個保持部分 這個剛剛也特別提到 就是消費者在建築物安全 面板和保護這些 這些小事都是隱蔽在裡面 不一定看不到 而且是馬上又馬上會發生的 那還有強制保險 這個是每次我們看到 相關的這個數據 有說不用這麼麻煩 用政府來管 就算保險你來管 我跟各位講 從72年感激建築管理官 就說要打一個強制保險 到現在幾年來 強制保險是不是各位沒辦法實施 就算有 就像現在地震保險 人都可以有限 真的地震倒塌 這一次你不賠多少 一人兩大難以 根本沒有辦法去填補那個水 問題就是說 保險也不是骰子 在商品上 他絕對不可能 這麼笨來承擔這個風險 你的建築物的設計施工品質不好 保險絕對不甩你 而且我們台灣保險業 保險業的這個實力 避法實力也不是也不弱 所以想要導入政府保險業 沒有去建立這個設計施工品質 根本不可能 這是根本不可能 還能到現在 沒有辦法實現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藉口 而不是說這個可以解決問題 我們既然沒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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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沒有一個第三者 監督我們的旗幟 為什麼沒有第三者 原本其實設計的建造人 希望他們擔任第三者 可是問題是 他們是其他人顧的 其他人跟成造人又合而為一 怎麼要設計的監督人 監督顧自己的人 民間沒有辦法去監督自己 讓自己的品質控制得好 我講的這件品質 不是外觀的那件品質 而是隱密在裡面的 結構化全的品質 再加上請照人 我看都是一樣公司 反正品質證出會 整個官員的事 我目前想到最機械的方法 大概還是 減到社會的手上 按施工開業 我沒有想到其他方法 保險制度 你們能夠讓一個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願意承接 那當然可以不用這個 沒問題 但是做不到 只是說說而已 下一項 所以啊 其實很簡單 介紹這麼久 可是到現在 9月1到現在 還是 沒有辦法 甚至現在又似乎 感覺沒有人在 沒有人在關心 我怕這次回關 大概不久 可能明後年 或許趕快又開始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制度 我認為的制度 就是監管機關審查規定項目 然後就其餘的項目 委託引進第三次專家團體 來做審查 然後再下一項 然後監管機關 現場施工開業 他可以就這些比較專業的部分 委託第三者專家黨 現場施工開業 其實就這麼簡單 這次行政院提出的修法廠 大概也是差不多 甚至未來能不能 真正完成修法 然後下班的配套 民間的第三者性 我們辦法建議 這當然 就 就還是未知數 下一項 好 最後我們就 今天 這個分享 就完了 希望下次大陸陣 的時候能夠 能力怎樣 都能夠講座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蔡治療醫師 來這個精采的演說 那 你剛才還沒有自我介紹過的朋友 好像有幾位 各位 各位讓我們認識你一下 你只要說 今天為什麼來到這邊 然後 你可真從事的行業是什麼 這位 你 介紹過 他沒有朋友介紹過 坐在這前面 這位紫色醫師的朋友 不好意思 那我想 我們就把多一點時間 交給各位 來跟蔡治療醫師做交流 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提出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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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謝謝 謝謝 這位總過 強制大保持的概念 如果由保險公司做的可能性很不高 那如果政府去做這些東西 因為你假設萬一今天是違反 他單一照你們能允許救出 如果發生大K的專情 你政府要拿出多大的 假設在發生九天之後 發行一生 政府能夠這麼大的執行 質疑那麼大的重建費 那我的意思是說 政府能夠考慮用 如果強制保險公司 由政府去做合理 他不是一個損害的 不是一個損害給予政策局 房子幾千萬我壞掉 然後我會帶幾千萬房子 所以就是說 他起碼是一個 讓你不夠重建的概念 政府能夠討論到這些事情 他是說你可以從房子 最貨地下室的東西去 搜取這相關的費用 去每個人做搜尋 萬一真的發生大型的避震的時候 政府的資金專門專用 到時候要重建要幹嘛的 不用再透過大型的 避震的避震的地方去幹嘛 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覺得 好不容易記住 謝謝 我先回答一下 其實 你剛講的成本感覺都蠻高的 而且 第一個 保險公司去做 政府來做 政府我第一個 他就是稅均 所以現在政府財政都困難了 其實 只是那麼容易利用那些稅均 所以還是來自於這些消費者 除非你叫消費者先事先提供給你錢 可是問題是 你的重建基金制要多少 願意嗎 我們願意買一個房子的事先 當然我覺得這才好改變 實際大家能夠先接受這個改變 那當然 政府承擔他這個責任 出了問題 他當然要負責 當然 如果是他自己審查 或是他自己看見有舒適 包括這些民間的 代替他 代替他去做的 有舒適 他當然要負責 那可是問題是說 你現在不去做 建築倒塌了 政府難道就不用負責 他還是要花了很大的成本 這是為何大家要倒塌 整個台南市政府也是搞的 交流難題 那所有的也是民間 台南民間也是 也是花了很多錢去做一些損害田律 就經濟性的角度來講 付一些錢給這些第三者 那其實也不是說 只要地震倒塌 究竟是有原因有問題 有些可能地震太大 那這些人如果真的都經過 像剛剛的人討論的這些類似 如果這些人都看過都沒問題 那結果還是倒人 那可能有其他的因素 那也不見得說 只要有倒就一定是要負責 那甚至經過這些人 確認過了以後 那機率就很低了 所以 為了怕承擔這個責任 然後 反而我們要去花更多台 為了怕承擔這個責任 然後其他只要支付一些比較輕微的職務 這些專業者的錢真的沒有很多 那 可是我們卻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然後把問題變得更複雜 這個是我在思考為什麼 我沒有選擇 你剛剛以前那些 我大概也有思考過 但是 那些 就畢竟他可能更不容易 然後 要付出的代價更高 就這個是我 那一些想法 謝謝 我自己要是有一個問題 想要 那這個 兩位 我們在場的建築師朋友 我想要大概了解一下 因為剛才蔡律師有提到就是說 在這個建築管制的部分 他覺得有一塊 可能是制度上面有缺失的地方 就是說建築師他是設計兼造 他設計兼造 其他的人是起造人 或者可能是以造成 那他要去監督出淺顧他的人 這導致身份上面會有一個錯亂跟矛盾的地方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在建築的部分 我要建築到怎麼樣的程度 剛才蔡律師提到了一個詞 叫重點建築 那建築要建築到怎麼樣的程度 那建築師他在現場做建築的時候 他會碰到什麼實際上面的困難 然後是期待在制度上面 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協力的 這個部分 不知道我是有心情 在場的兩位建築師 跟我們一起分享 好 謝謝 今天很高興能夠來提供蔡律師的分享 然後就是其實 這個題目真的是蠻艱深 但是也蠻重要的 就是結構安全跟國家管制義務 就是你們有講到一個是國家管制義務的一個點類 也就是從法律裡面來切入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 當然是說對建築法是有一些了解 但是的確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用法律人的角度去看到這麼多細微的問題 那像剛才那個張律師 張律師你提到的那個問題說 像我們在現場建築 因為其實就建築師本身這個 專業的這個責任來講 其實它是要整合所有 所有設計施工跟規劃上面所有的問題 所以在建築法裡頭 其實本來就有違反說 它其實有像以前講的 舊教工業技師 現在要有很多的一些專業的集電 或者是結構的這些相關的技師來做協助 因為這個地方本來就是這個叫做專業 專業 專業負責 就是你有一些東西是要由專業的集資來做負責這樣 那所以像您剛才講到說 像如果我們實際上有什麼其他覺得可以建議的 因為像我其實是還算很年輕 所以不要講很年輕 我在業界其實真的沒有那麼久 所以我的經驗也是很 比較我自己自身的經驗 所以我不能說我代表整個全部的建築師的業界 但是以我的感覺 是說像很多 我舉例來講像何一宅 何一宅最近也是沸沸癢癢 然後像台南的圍觀 這些狀況會在判決的時候 就是 會 就是 該怎麼講 就是我們這些東西 我們有委託專業的結構技師 來幫我們去做計算和設計跟把關 那其實這些圖書應該是要有實際上的這些 有經過計算的這樣子 所以 理當就是 在 監造的部分 是否 也有專業的技師來一起 負責幫我們把這些事情做完成 因為現在在現階段的部分 好像都是 建築是要去承擔所有的連帶責任 那這個連帶責任在統治上其實也蠻 就是蠻吊悔的 因為我也是聽很多建築師前輩講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 可能因為建築法是比較早完成的 所以 其實在建築法 因為它比較完整 所以它的行責也是比較完整的 相對於營造業法或是祭司法 那在營造業法跟祭司法兩個 就是 舉例來講 像921或是一些其他真的狀況 有些建築師是會 比較容易用法條來 就是會 讓它 實際上去要 觸犯什麼法律 這樣子 不好意思 講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就我來講的話 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東西是應該 有些部分是應該有專業分工 那在專業分工的狀況下 其實 建築師是否要全部負點 帶責任這個問題是一直 我們有疑慮的問題 因為畢竟已經有專業分包出去 那是否表示這個結構的部分或是任管制 是需要的專業分工 因為建築師他本身你要 回到建築法 建築師法去規範 說這個建築師他 應該著重他的一個 他需要做的事情到底是哪一些 這個就以上 那個 張律師您的疑問 大概簡單就我自己本身的意見 那我今天來聽這個演講 我是真的 就覺得很感謝 但是 只是就是 我覺得 就是 就現在我們台灣 現在自己的狀況來講話 因為 您剛才講到很多的問題 其實比較是針對新建的建物 那其實既有建物的規範 我覺得是現在 營建署他比較 也是很重視的一塊 所以營建署 他們 這已經有在修法 你講到那個30條 跟56條 70條 都 像第三個砍研 這些都有加進去 但是其實我覺得更重要應該是說 現在 一些舊的房子 那因為 以前的這些狀況 你講的沒有錯 就是隱蔽的部位 那些隱蔽的部位 如何 能夠讓一些大家都住在 我自己 雖然是一個 開業建築師 但是我也是一個 住在房子裡頭 一個 一般的消費者 對不對 就是每個人都是住在 一個繼承的房子裡頭 那這些繼承房子 是有多少 當初是在 那一個狀況 時空背景下的建築法 所規範出來的建築物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這個問題 我覺得也很重要 那的確 營建署也有在做 大家也有在做 只是 我也是說 這邊有立法院的同任 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 多多幫忙 就是說 因為現在 我知道營建署是有說 推一個 因為之前 台南地震道 所以有推一個 一百二十一 所以要做 所有的老屋 只要符合 老屋就要做 耐震的出品跟響力 那這些出品跟響力 後面的一些 後續的配套 你先需要立法 來 配合 就是你後面 如果你這些 檢查出來 有些問題 配合 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其實大家 住在圍樓裡頭 就像你剛才講到說 大家消費者 沒有自己選擇 保護自己的權利 那個是不實用 因為他很隱蔽 所以 就是這個部分 是要政府來幫忙的 我的意思 就是說 就是聽您這樣講 這個是很重要 真的沒有做 國家管制的義務 是針對 興建建築這些部分 的確都要改 但是 是 也在努力的修改中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大家 住在的邦子裡頭 其實 是更有問題了 這塊 我覺得更急 大家也要 更 要去想說 這個地方 在法律上 是不是也有些地方 能夠幫忙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那 那個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講 簡單一點講 你是希望 就是說 建築師的 建造責任 不要懶得這麼重 在身上 如果可以 我應該要當一些 其他的專業技師 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不是 我意思是說 因為他的結構 木的設計 譬如說五層樓以上 都已經委託 結構機師 或其他在委託 結構機師去做了這個設計 那 他做這些設計之後 其實 舉例來講 像何一載 最近 剛好那個四大機師 土木機師公會 他的鑑定出來了 鑑定出來 結果 我們 他的結果 就是說 那個土木機師 他的大地機師 就是去計算 因為他就是有 不均勻呈現 就是簡單講 就是符咒一個地方 那不均勻呈現的部分 就 就 就是大地機師 太樂觀了 你知道他判決就是 他就說他錢 太樂觀了 就是說這個大地機師 在計算 他的那個 土壤的承載 可以說太樂觀 那請問一下 但是我們的 這一位設計 唯一宰的建築師 他還是 被 新北市建築師的 那個承接委員會 還是去承接了 那 那 他大地機師為什麼沒有承接 然後他的隱造業 也還沒有承接 那為什麼建築師就先承接了 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 這部分 您說他設計是 建築師設計的錯嗎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委託 專業的大地機師 跟委託 專業的建構機師 去做 專業奔工的部分 是否 這部分的權責 就是 應該要 用法律上再全力輕易 也要把它再細緻化 對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 建築法太完善了 所以建築師就先被入罪了 其他祭司法跟營造業法 可能沒有 罰則都沒有那麼完善 他們很難被入罪 你知道嗎 在實務上現在狀況是這樣 建築師有沒有什麼 你貴姓 我剛剛很高興先聽到我們現在 算是在線上的服務的建築師 去把我們建築師的一些新生 雖然能夠 雖然其實人不多 起碼可以做一個樣子 因為我自己 其實 我大概已經有十年 沒有在一些建築師的 設計建築業 大概參與是知道 我最後的一個案子 就是東西大樓的重建 那這樣講好了 其實我們建築師大概有 我來時的時間六千個 開業大概有三千多個 那可是真正就是在做 我們講說有做設計建造業務的 其實大概十分之一 那就像剛剛蔡律師講的一個 我覺得我聽起來是蠻有吸氣焉的 這個建築師的行業 真的是一個競爭非常殘酷的一個行業 因為它的我們講起造的資金來源 都在我們講 要不就在公有建築物 要不其實就是在建築公司 那當然現在有一部分 極少數的案子商東西大樓 他是住戶自己製作更新會 那我會覺得這樣子的業主財 應該是我們建築師按照建築法 跟建築師法去服務的對象 因為他也是其他人 他也是user 他也是未來的那個 所以像建築物 我們現在跟蔡律師 我們合作一個水源整宅 那個我們講的地主 因為我們都還緊張 對啊 他們那個還有一個 結構理事公會 你知道嗎 是理事 他自己天天去那邊去建造 那這樣子的案子 才有辦法讓建築師也好 或是祭司 在裡面去發揮他真正的功能 只是我們以往 就是應該講是整個的一個經濟環境 就是讓這個案子 他的我們的業主 你就不太可能是這些消費者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講到這裡 我還認為說 一個是我呼應 剛剛曾經的時候提到的 現在我們這些老屋 你要走去處理 其實那個是眼前 大家每一隊可能都住在這樣子的老屋裡面 我自己都住在對面 一個大概將近四十年的房子裡面 這些老屋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們講就是一個user 你自己要去有這個危機意識 那事實上我們這麼說吧 政府也好法令也好 其實是討在這個需要後面的 上剛剛我們也聽到那個 就是蔡律師的演講 我們也提到說 不管日本也好 台灣也好 很多法令的改變 都是因為發生災難 我們台灣可能因為921 可能因為他自己本身的版型也好 或是什麼也好 那所以說你平時怎麼辦 你就要靠你自己 你要有這個危機意識 就像現在我都經常去鼓勵說 我們一些像一些老房子 你若真的去你去做了那間屏幕 是要感謝 那大家要有共識 以前可能大家的共識 就大家都等在那裡 好像就建設了公開房子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可能我個人是覺得要慢慢去 能夠有一個比較 朝一個比較健康的方向 當然我們才能夠真的 你要完全去靠政府 我想是很困難的 當然我個人是 也暫停說 剛剛那個蔡律師 我建議就是目前 政府想要修法的方向 可是那個再怎麼說 我覺得每一個人 就是可能你還是要 對你自己的住家 也要這樣子一個危機意識 而且是不能都等著別人來幫你 不好意思 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 我回答案 建築師好 第一位我想 我是覺得 建造的職責到底在哪 真的是有必要的理性 我自己也是建築師 整個委員會 發覺有一些真的 但是蠻扯的 一個 好像是一個水管的 水管法控制法 沒有做 也被送去聰節 說監造不是 這樣那個是那個小東西 真的 我覺得建築師還有 反正他真的 他跟建工 就是跟那個營造廠的那個 建工有什麼兩樣 就是監造 到現在沒有辦法離奇 但我覺得沒有辦法離奇 也是很悲哀 第一個 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人好好地來討論這件事 那我們台灣的現實就是 大家可能在座如果不是準 這個行內的人 當然沒有辦法體會 我們建築師和祭司之間 常常是水果不容易的狀況 尤其是工會 工會之間 所以 真的 大家都不願意負責 大家都說是你們的責任 結果到現在 到底誰該負責誰 到現在一直沒有辦法理解 福二合宜宅 剛剛是有抓一點 不過福二合宜宅 我也是覺得是一個很經典 經典到底責任的界限來達人 其實我們也是那個案子的 建築師陳佑 我在開運審議的時候 我是覺得 建築師陳佑 失誤不需要那麼多 不需要那麼多 因為那個是大的福利 應該是結果計時 還確實是像你講 那個他的那個福利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太樂觀了 那當然也是 Motor都算舒適 可是問題是那個 真的是滿專業的 是不是建築師應該負責 那當然我們在會議上 我們其實是第一組說 建築師不應該負那麼多 就算有連帶的責任 當然連帶的責任 懲戒是不是適合連帶 這都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似乎也不應該 他負那麼多的責任 最後懲戒的主要是還滿重的 可是後來其實當然 蘋果畢竟真的不是這種專業 我們法律人其實也很難 也不是真的不適合做這種判斷 那我後來真的也去請教過很多的 一些真正專業的人 那當然一個人說可能不算 我說綜合請教 那也有人跟我們講說 那個東西 那個舒適建築師 可以發現 可以了解 所以 這兩個 所以其實說實在 這個責任的界線 到底怎麼劃分 真的是不是可能 那在台灣這種特有的之外 建築師案其實 分成兩種不同的人 其實常常就是正義會很大 正義會很大 這是我的一些感想 那還有 其實你剛剛講的 真的是 既有 其實對我來講 真的 別怪大了之後 反而真的最迫切的 應該是既有建築 怎麼樣去耐誠品工不強 甚至最後的重建 那只是我今天本來想放一部分 到簡報裡面 但我覺得 這個恐怕 我整個論述會非常便 因為時間那也有限 才一個多小時 我論述會非常便 變成我前面 我不需要捨一個 因為另外一個議題也很大 有足夠強的 那多小時 所以 當然我覺得 第一個 這部分我覺得 目前最大的困難 大概 是錢的問題 該怎麼來 那這個反而不是轉移 然後 再來就是 當然我覺得 它是需要有一些強制的 強制的機制在裡面 我可能 當然不願意自己 房價下一點 沒有人 沒有人願意 如果真的是一個 看起來不是很安全 大家雖然會安心 但是如果 他們拒絕 來做檢查的話 做建立的話 當然也是 蠻大困難 再來 最後當然還是有 重建案不強的議題 我想 這部分其實 吳建武士他真的 比我更專業 也該怎樣去整個這些居民 怎樣去協助他 這又是一個 蠻困難的議題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議題 確實是最重要 就是 甚至比這個 新建的建築物 的這些 是還更重要 但這個議題 確實 其實都蠻重要的 那這個議題其實 既有建築物的 耐震不強重建 說實在更難 更難 但是日本也在做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也不能說 因為他困難就不做 好 這個可能是下次有機會 再請一些專家 我看我可能 也覺得不是那麼容易講 當然我們過去也找人 像謝志誠 吳建守司 都可以講 謝老師 謝老師 我就是有看過他 謝志誠 是9211基金會的執行長 他有很多組建的經驗 但我也看過他最近有一些 的這些情況 他也有一些 字幕的構想 是怎麼樣去輔導 怎麼樣給胡亂波和棒子 直接讓我們一晚 可以去真正常建 當然也不可能 全會都是花證 證明根本不可能那麼多錢 但是你要這些人 自己掏腰包也不容易 所以該怎樣做 這真的蠻困難的 錢才是 真的是你們最大的詢問 提供一些方向給大家思考看看 如果要國家做義務的話 誰知道國家享受了什麼 如果國家沒有享受什麼 他平時都要進義務 大家要知道 這個中華民火 他設計出一個建築式的職務 要幫他做什麼 大家知道嗎 這個政府來到這個地方 他要抽房屋稅 叫建築師 你給我算清楚 他住了多少面積 好讓他可以抽稅 抽了稅之後 他幹了什麼事 沒有 他任何義務都沒有 這些建築師 我說這個面積沒有算錯 對他來講 建築師已經盡了他的責任了 我們在講一個結構 結構安全 在結構 技師 他在做結構設計的時候 他有所謂的安全係數 這個安全係數 實質有沒有達到 這個所謂的抽驗 真的有抽驗嗎 我知道 結構設計師 設計出來的 這個 尤其是 鋼筋物凝土的構造 這個是在 這個 兩柱結構的建築系統裡面 是最主要的系統 在不同的年代 尤其在 耐震結構的 系統的 概念的改變的時候 有一個所謂的 梁柱 街頭鋪巾的要求 大家有沒有想過 那個法令定出來 結構設計師也設計出來 圖也畫好了 現場沒有人會施工 誰負責 誰負責 沒有人負責 所以我說 這個國家體制 要求他什麼 他拿了錢 他根本不負責任的 現在 要叫這些建築師 叫建築機師 叫營造工人去負責嗎 天曉得 法令要怎麼定 當你哪一個項目 誰該負責任 是因為誰 拿了好處 他去做的時候 他拿了工錢 如果他沒有拿錢 還是拿了錢 根本不需要負責 農主的 比較衰的 建築師 你哪一套錢 你是一個統籌者 心裡的 帶最高養而已 這樣大家知道 謝謝 剛剛我們還想要請營造廠 可惜他離開了 所以那個防水 防水可能跑不掉了 整個營造的 產業鏈的其中可以往哪 那剛才參與時期 就想到說 在制度層面上 建築師設計肩上 那三級平板的時候 其實在最下面那一層 其實就是你的施工者的制度平板 那施工者的制度平板 做得好的話 其實大多也不會動到西歪 但是除了我們可以期待 你們這個行業內的這種 榮譽心之外 制度層面上面來講 我們還可以期待什麼 或者說有什麼可以改變 我先這樣說好了 我之前在做建築師事務所 我也去公立監工北約 其實我先要替建築師講一件事 就是說 現在因為競爭很激烈 所以他們拿到二十幾分 其實是不多的 那你還要請人去現場監工 那你要請多少人 一個場子 比如說比較大 可能一百個人在施工 那你怎麼看 你頂多請哥 因為你的設計費就是這樣 算是三成的 三成嘛 如果按照瑞士講是三成 可是實際上 你真的請一個人 還要加上他的油錢 這樣明明稅稅這樣一加的話 就是有的設計師 一般是抽到 違定的趴數 這時候我就不講了 可是在議價的時候 就會被移動了 如果公安工程的話更長 就直接講了 那你不要的話有第二名破壞 第二名不要有第三名破壞 這是一個制度上的問題 再來就是我會覺得說 營造當然也是要負很大的責任 營造廠 因為他們現在離岸的營造廠 是太多了 但是我感覺想說 為什麼強勢的地震險 是由我們消費者買單 為什麼營造廠這部分 好像沒有出現一個什麼 比如說公基金這種東西 讓滿腹一些責任 我覺得會是這樣子 自己防水的話 我們是在營造廠之下 我就 我想請問一下 是 經濟結構的問題 不會覺得 營造廠就說 我競爭很辛苦 很激烈 然後營造廠就說 我請功能很激烈 都要請主公 請女子公 沒有辦法養這些功能 代銷業者 錢到底是被人賺 房子都很貴 房子都很貴 那錢到底誰都要走 第一 這樣說好了 做工的拿工資 那有些商人 他必須要存在一些風險 所以他利潤會比較高 那就是看他 對還是錯 意思說 建商的第一頓 他們也是建立在 投資的報酬率上 因為有時候他們有投資的風險 所以你說這產業是誰對誰錯 這個很難講 但是所有的產業都會要求自己的 比如說他的經濟效果是最高的 效率是最高的 只是說你能不能經過你的道德 就是每個人心中的大持 你只能這麼說 我剛才有聽到建築師有一個概念 我覺得很不錯 他就說為什麼不讓消費者 也就是使用房屋的這些人 他們來付建築士 或者是他們來付造廠費用 因為這個是房子他們在用 他們會最care 那收到這個報酬的建築師 知道使用者care的整個建築的安全 他兼工兼造就會特別用力 但是這個好像很難 對不對 非常沒有問題 但產業的角度 現在修正義在修法 現在修正義在修法 一個概念就是 希望這個錢不要有 不要有其他人來發 就是可能大家希望很多人 制定一個廢利 然後一個 然後這個錢 透過這個就是 透過這個其他人來交給政府 然後由政府來支付給這些設計文件 這樣避免說到時候 實際上這些人並沒有拿到這些錢 是有這樣的一個概念的規定 那的話 就是有辦法付錢 這樣講 我剛剛的意思 不是鼓勵大家都去一次蓋房子 就是說如果是回到老公屋成縣這一塊的話 老廠縣政府是除了公班圖根之外 他們是鼓勵施班圖根 也就是說你自主的更新會 然後你自己找建築書 自己來發包的造成 那這個確實是非常貴 像大概我自己經手的幾個案子 你一定要超過十年 那但是我想並不是說 建商就一定沒有它的功能 只是其實回到剛剛講的那個法制面 我們目前雖然是有建築法、營造業法 但是其實各位可能並不知道 沒有針對建商有任何的法令 那我想我們今天能有立法院的朋友在 那 等一下我先聲明一下 立法院只是一個位子 不表示他都懂法令 因為在維吻之後 大概就也有一個呼聲說 建商是不是應該要有法令去保持他 那我覺得這個野水池大家也可以去思考 那另外其實還有一個剛剛我們的統頁提到說 為什麼都會先懲戒建築師 因為建築法、建築師法 都是內政國跟建築主管機關主管的 但是我們的祭司是屬於工程會 他是不同的主管機關 所以他的懲戒也不在建築主管機關的下面 那其實這個也是我們仿製面上的一些歷史造成的 那當然我們並不是說今天 因為建築師對陳建築 你也要去懲戒這個祭司 是剛剛其實我們那個陳建築師提到一個 就是各不其責的觀念 只是說這個怎麼去分工 那因為建築師你是一個統籌者 所以好像你目前看起來幾乎都統不掉 但是事實上如果照剛剛那個對主管機關的要求 他目前審的是什麼 是審說建築師你有沒有把這個什麼結構交給你 把一個機師去做 他們對那個內容是都不管的 那你在建築師的角度 當然我們還是會去竊尾 但是我們不太可能去竊尾他的總計算 我們只能不會去竊尾就是說 我的建築設計、我的結構設計、我的水面設計 是不是他能夠合在一起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整合的工作 其實最後我們做的是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只是這樣子的一個工作的一個內容 我常是好像很難去說給一般人去了解 那這個可能也是我們建築師自己沒有去 好好地去把我們的工作內容去 對一般大眾去做一次說母 好道上這個內容是就靠我們兩個人 好 那我想建築的機會是來跟所有的表達 謝謝 謝謝 那正在床還有沒有哪一位朋友 就是想要我們再給其他朋友一些機會 好嗎 還有沒有哪一位朋友想要分享 你對於這些建築館是跟你住的房子的安全的感受 或者是說你有些特殊的經驗可以分享給我們 有嗎 好 來 請 我只是想快速回應一下你剛剛提到就是 你剛剛提到的概念是說 由使用者那一端來付給建築師費用 但是我覺得你剛剛提的這個想法 雖然利益也很良好 但是他其實是來源 他比較接近醫師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相信你只是用在自己身上 所以你會為自己最大的利益著想 可是在台灣目前對於房子或是土地 是以上品 他比較接近的是手機的概念 所以說基本上他就是 我有的人會想買好貨 可是我有選擇買爛貨的權利 甚至我們考量實務上有所謂的人頭這個概念的話 我因為法律的追溯的義務權利物會藉由人頭一轉二轉 就切割得乾乾淨淨 所以說我可以用一個人頭去跟我的 就是我是消費者喔 但是我賺一個人頭 我請說給我一個爛貨 然後我再去賣掉 然後賣掉之後我為了要保障我的權益 不要追蹤到利益者 所以我轉個一兩手 就完全切割乾淨的 就跟我們現在的情況是完全一樣 所以說 當然你可以從中心思想去想說 到底房屋土地這個事情是 民生必需品 它是跟空氣跟土地一樣 它走德國的制度 還是它合過於手機完全商品的角度 那是另外一個程式的問題 但是剛剛提的這個概念 我只是想快速回應說 那馬上在法律上可以 一推就被破解掉了 沒有意義 謝謝 謝謝 我覺得這真的是 果然一個制度喔 要可以在華人的社會生存 真的不容易 我剛才想說 我馬上就有一個破解知道 真的不容易 那 我們今天有一位是 還很急進行失蹤的 福州合理宅的朋友 那是不是最後可以 請我們這個福州合理宅的朋友 分享一下 你在這當中 看見的問題 或你感受到的痛 方便嗎 不方便沒有關係欸 沒有強迫的意思 現在就是 它是有那個保護 請問這個一個女生 她有保護一個三十年 可是那個保護制度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 就是還搞得清楚他如何去保護上次裡面的方式 請這樣也示一下 你是跟誰買的嗎? 現做的? 還是跟建篩 建篩 對 是有點比較優雅的概念 那保護三十年我們是很清楚的 一般我們還說 一般我們還合約四十五年 你們是後來特別約定三十年嗎? 結構 結構 約定三十年 是因為這次事件以後 對 其實說實在 這個保護的責任其實是 保護的責任是比較 我覺得我看過在書上其實是有一些真意嗎? 什麼叫保護 跟我們的瑕疵擔保的概念有什麼? 然後或是 還有其他民法上的一些集合權的概念是什麼? 這個 其實是有一些爭議的 那 目前有一個 我看到最好的話是一個 通 通常的一個說法就是說 保護到底跟瑕疵擔保也沒有重複 那原則上 所以我們現在律中爾 其實都有寫 都會有寫清楚就是說 如果今天保護責任經過以後 不妨害你 你依照民法的其他的規定來行使權利 那如果有這一個條款的話 你變得保護是單獨的一個 一個責任的規定 所以它可以跟 它跟瑕疵擔保就不是重複 那我們的單獨探討保護 那就保護的理解我們覺得 就是說甚至保護的狀況也說 我們瑕疵擔保還要 基本上雖然是無過失的指令 但他還是要去取證你瑕疵 那其實保護有時候 甚至 他其實沒有瑕疵擔保 是很論真的上法院很重要 當然你還是 如果因為瑕疵你還是要取證 可是像我們現在的保護有時候就是 只要發生問題 根本也不用去講說什麼 叫建商或是叫廠商趕快來修 就是 它是一個好像類似一個保證責任的概念 但如果真的上法院 我覺得還是比較類似的 瑕疵擔保的概念 那你現在延長為30年 當然我覺得這個 就是說萬一到時候結論你 有什麼問題的話 它的這個 擔保責任是延長的 這個比我們 現在一般預算 我們白期的15年是更長 那當然是一個 我想當然對你們來講 是比較有保障 那只是說 未來就是說 如果真的發生什麼問題 這個會 會比一般來講 這個建商要去主張免責 會是更困難的 至少因為他擔保30年 他可能就比較難去講說 一些老舊的因素 然後讓他可以去 免除一些修喪的義務 或是負責任的這個問題 這個是我目前的一些概念 因為你們保護 或許還有一些合約的條款 我沒有看到 所以比較沒辦法完成 詳盡地去做分析 謝謝 看你的人如果 需要示範一下再攔他 等一下攔下來 好 那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邊做一點廣告 大家今天聽到的都是地震當的方式 很沉重 我要想發展廣告 我們下個禮拜一晚上有一個活動 是看未來 有到未來 現在進行之中的未來美好的綠建築的事情 包括在台協會跟環境法律協會 還有台北律師公會環境法委員會 在下一個星期一的晚上 在台北律師公會的會環 多時不入一段7號九龍 中正紀念堂捷運站應該是4號出空上來 有一個法國建築師叫帕斯卡侯烈先生 從法國來他要針對這個生活空間 跟環境永續的部分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說未來的城市建築 怎麼樣使用回收再生的概念 然後去打造一個永續的城市 還有低碳的理由對於到國台灣 會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那因為是歐洲來的我覺得很難得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宣傳這個活動 那另外還有兩個活動 一個是我們環境法律協會有 在這個高雄陸主地區的新原農場 打一個法律訴訟 講的是在農地裡面種工廠 不是種稻子喔 種工廠 工廠種在農地裡面 這樣子的一個汙染 農田汙染這個議題 我們5月5號在靜一大學 5月11號在高雄大學都有做談 也希望各位如果是有台中朋友 或高雄的朋友可以幫我們宣傳一下 這些活動在我們的環境法律協會官網都有喔 那最後一個是有關於環境法律協會 一個叫木環的音樂會 是在6月25號的晚上 在師範…在哪裡? 師範大…師大… 師範大學的禮堂 師範大學禮堂 那這個活動我們壓力很大 因為那邊有四百多個位子 我們要想辦法賣出這條 我們邀請到的是很不一樣的一些表演者 烏迪烏迪他是雙等木吉他的演奏 還有詩碧玉他是一個聲樂家 還有一位是… 魏雨梅 魏雨梅 他是一個鋼琴家 那這三位表演者 然後願意幫我們去辦這個音樂會 我們在這個音樂會當中 也會串插對我們環境法律協會工作的介紹 當然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夠得到各位的支持 我們環境法律協會的議題非常的多 非常的廣 環境法各論裡面所有的法治 都是我們會關心的對象 從環境影響禮物法 到各位今天看到的這個建築的法治 然後到這個動物保護的法治 到原住民的法治 到廢棄清理法的法治 我們大概都有涉獵 然後我們也大概都有機會去接觸 所以等一下那位立法院的朋友 稍微留步一下 我們可以互相放影片 那謝謝大家 我們再給蔡志良律師一點 很多的掌聲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